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但唯独这部电影是真没见过 复仇者联盟 这些复仇者是打算联合起来卖萌吗 请问还可以退票吗 我可能买了一张假票 知道复仇是什么样子吗 就是这样 你求婚就求婚 一定要当着我的面吗 这样我很尴尬呀 这眼神已经告诉大家了 他现在很惆怅 那些情侣请放过单身人士吧 我好想就要听前面的这对情侣 不为别的 就想告诉黑土 你的白云在这里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让我有幸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 图书馆的光线就不需要我多说了 你们俩就一定要在这么敞亮的地方 秀恩爱吗 搞得我们连书都看不下去了 要不我把屁股底下的这张椅子让给你 你们分开一下行吗 坐在后车室里等车 结果对面的妹子一直向我鞠躬 我也不好意思光没看见 只有一个镜子回里 然后才发现她是睡着了 姑娘 你的睡觉姿势容易让人误会呀 说到睡觉 我谁都不服 就服这位女同学 这张床是已经容不下你了吗 从床上睡到床下 你只花了五分钟 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每天早上都是在地上醒来了 不走寻常路的还有这位 跟旁边的摩托车比起来 您的自行车要高大上多了 没错 是真的高大上 这么高的自行车 摔下来一定很疼吧 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家小娃都懂这个道理 所以在家开她的小车时 都会把垃圾楼带在头上 孩子啊 这不是安全头盔 这是真的垃圾楼 这个帽子不仅皆是耐用 还能够显著的弥补身高不足 给人带来的困扰 更神奇的是 它还能够当垃圾桶来使用呢 这是一个好垃圾桶 不 这是一个好帽子呀 谢谢大家